嘿 皆さん 歡迎來到丁霸日常 我們今天又要來開箱一下 就是 暗金的特大祖福 那希望可以開到破冰或者是破墊 那抗性不要減那麼多的 那我們上一次開到涼火一堵 然後都暫時沒有角色用得到 所以 還是持續在努力 那我一開到這片破冰的 就抗性扣的比較多 -88 這有點高了 這有點高 所以還是希望可以開到抗性不要扣那麼多的 破冰或者破墊這樣 因為刺客需要破墊 那我們的法師已經76了 然後目前也轉成純冰的法師 啊 目前是走那個 暴風雪的技能這樣 那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也不用多講 那裝備的部分就 就是精神劍啊 然後知識頭 煙霧 高斯項鍊 那個生運盾牌 然後雙抗打寶鞋 抗性的戒指 然後抗性的腰帶 高斯 冰抗的戒指 然後塔克奧的手這樣 那副手部分是還沒有啦 這是準備要拿 那個記憶帳嘛 可是還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底材 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那我的NF沒有很高齁 但是準備要弄一個 玉米頭齁 對想要把知識頭稍微換下來一下 那高斯呢是在75 就是第一個檔次有達到齁 那暫時是這樣子 好 那還是回到重點齁 我們希望可以這四片呢 可以開出 破墊 然後或者破冰齁 破墊或破冰這樣 那希望康星不要剪太高了齁 來第一片 馬貨捲 OK 物理的 天啊 這DI還行啊齁 13 有勒 破墊的 可是康星扣到83 有點高齁 誒 破冰82 我們目標都有了 可是康星還是扣的有點多 來最後一片 欸咻 記得欸 哈哈哈哈 記得 沒有想到是記得 他打到記得算運氣很好啦 可是 他NF有點觸底 好啦 那 可惜了齁 還是要再繼續加油 OK啦 至少有比原本的破冰版來的好一些些 好 那 新賽季大家繼續加油 那祝大家遊戲快打保順利 我們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啦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